對 他填不住很想跟著唱 我連Only You的歌詞都還沒背好 真的嗎 我每次都要等到這麼半年以後才會把歌詞背好 就是宣傳期已經過了之後嗎 對對對 怎麼那麼可愛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下個月你要開演唱會了 上個禮拜你有提到說演唱會 內容跟過去無法無天演唱會設計完全不同嗎 那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因為這次發行新專輯 是不是演唱會上會唱很多新歌呢 演唱會上會唱會唱新歌差不多會有四首歌吧 四首新歌在裡面五首歌 五首歌在裡面然後還有一些的什麼 舞后挑戰舞后的那個也沒有了 我挑戰別的 會有別的東西 對挑戰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看一下我挑戰誰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嘉賓是小S嗎 對嘉賓是小S 所以是挑戰他嗎還是 不是不是 就是我希望可以在演唱會上面可以看到那個 不是只是唱唱跳跳然後可能 或講話而已 我希望可以看到有更多 不一樣的東西在裡面 可以看到就是他也會這個啊 然後什麼他可以把這個變成這樣子 就是一場很精彩的演唱會 真的很期待 那其實剛剛你有講到我覺得很棒的方式 你每次都挑戰自己超越自己 因為這次專輯就要獨一無二 對啊 所以可不可以聊聊這次在做這樣專輯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這獨一無二的地方是 獨一無二的地方是 錄音錄得很快啊 然後一天錄掉兩首歌的時候也 一天錄兩首歌 對 所以有沒有就是覺得壓力很大之類的 嗯壓力壓力壓力 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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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壓力壓力會大壓壓力大 當然就是擔心就是大家不喜歡 可是昨天專輯發行的時候 我的那個後緣會的網站 他們都有把他們喜歡的歌放在裡面 喜歡哪一首歌是票數最高的 那聽說裡面最高的是帕安靜的 可是現在是票數最高的 然後Only use 第二名 是 然後美麗的呼呼會啊 還有其他的歌都還滿高的 其實我覺得專輯裡面有些歌 因為現在都還沒打到 可是我很喜歡 像是你所遁形嗎 我所遁形 對啊 我也很喜歡 可是公司不喜歡 這應該會打吧 會嗎 不知道 我一直強調說我要打這個 他們不喜歡 我以為我喜歡那個 對 這旋律很特別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你希望你們聽到 希望可以每一首都打 好不好 每一首都打 那去KTV就可以唱啦 對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大家在聽專輯的時候 尤其小豬已經發行八張個人專輯了 可能每一張作品對他們而言 都會陪伴某一段時間 例如考試或是失戀或談戀愛 那你覺得獨一或這張專輯 在你的就是這段時間 錄製時間當中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讓你印象很深刻 或是覺得很有意義的 印象很深刻 沒有耶 但是我昨天有聽到一個獨一無二的消息 是 我的意義給我銷售破十萬 是 這是最獨一無二的消息 覺得很開心啊 然後又突破了羅生門的紀錄 然後當然一開始 十萬我希望可以更好 是 那因為現在 專輯真的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好一樣 但是每一個唱片公司的紅人 他們都覺得 就是 我塞這麼黑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匹黑馬 一匹黑馬 真的是很有道理 所以其實 真的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說嗎 羅生門是十五萬四千兩百一十八張 現在預購就已經十萬了 十萬了 所以相信總銷售量 一定可以突破上一張專輯 對 對啊 你剛剛一直在盯著我牙套看 對 因為好亮喔 不好意思 因為哪裡買的 其實基本上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很想退貨 真的喔 對 好 剛剛有聊到說 其實是歌迷朋友的支持 才有那麼好成績 有沒有什麼話對他們說呢 有什麼話對他們說 我真感受誰 真的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 台南天氣總是這麼的舒服 所以 台北 我很擔心明天台北下大雨 因為我們剛來的時候 已經下大雨了 是 然後 對啊 然後很擔心明天的簽名會 真的 所以明天如果大家去台北的話 多穿一點好不好 剛來台南 我親戚有住到台南耶 真的喔 對啊 好 這其實很簡單一句話 以後常來台南 謝謝 我常來啊你們不知道而已 真的喔 對啊 那以後也讓我們知道嘛 然後常來 喔 要睡覺嗎 哈哈 要睡覺嗎 喔 怎麼這麼高興 好啦好啦 今天真的很謝謝大家到場 那我們現在開始幫大家簽名好嗎 那明天開始好了 那我們台北歌迷朋友怎麼辦 謝謝小豬 好 好 請我們歌迷朋友呢 現在把